特经会二点零将在下个星期拉开帷幕 越南大街小巷已经越来越热闹 就在越南人倒数卫兵到来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竟然偷偷来到了河内 两人相见甚欢 有说有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透过镜头去看个究竟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将在下星期三举行两天的美朝峰会 不过越南河内大都会酒店 星期五却发生一阵小骚动 两大巨头竟然一起现身 难道是要提前举行峰会吗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翻版特朗普和金正恩 模仿达人霍华德 这个月初曾经以一身金正恩装扮 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模仿者 婉转香港街头 引起狂热骚动 我和我的家伙伴们 金正恩和我会谈谈 尼克兰在地区 我看不喜欢预计 南韩国的预定 我认为我们会谈谈 有点好谈论 因为真正的特朗普是真正的 我认为金正恩能骗他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不是真正的 他可能是假的 河内大都会酒店门外热闹非凡 老城区街道同样熙熙攘攘 这里有个印刷店老板发挥巧思 特别设计一款印有特朗普和金正恩 模样的T恤 两人肖像中间还印着和平字眼 以别致的T恤欢迎两位重量级领袖到访 感谢他们促进世界和平 设计师张成德已经卖出超过300件 这款特别版T恤 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搭上特金会2.0的顺风车海捞一笔 所有销售利润将用作慈善用途 分发给穷苦人家 他也希望透过设计T恤 赞扬金正恩为了人民福祉 放弃独裁统治 重新与世界接轨